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新穷铁道 2.4云离技能离谱 3月7素质慷慨 2.5击破奶光追曝光 崩坏新穷铁道 超强SP3月7 技能机制剖析以及配对可能 崩坏新穷铁道 玩家抽取流营被破防 新追忌大11被看好 崩坏新穷铁道 2.3流营软眉手率卡石流水撞奇机 超猛音19小时 新穷铁道2.3卡石终于来了 新舞星角色流营也已经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估计都等不及了吧 而说起流营首日卡石的流水 就冲着人气和热度 想来也是不会低 估计流营一上线 各位开拓者们卡石都得抽爆 除了2.3流营登场外 后续2.4卡石新舞星角色云里 娇丘等相关消息也来了 首先就是玉竹少女云里 就最新的消息来看 云里的大招造成的伤害 同时属于终结剂和追加攻击伤害 但是触发这些技能时 不是为释放了终结剂 仅是为释放了追加攻击 这么看来倒是有点防风套的感觉 拖怕又赢妈了 而在后续的2.5版本中 还会有星光追登场 击破奶光追式堆积破加全队速度 速度为固定值 装备者释放攻击后 会获得一层争议 可以持续一回合 2.5的击破奶大概率 就是之前提到的灵莎 而另一位新五星角色 据说是飞消 值得一提的是 3月7的技能机制和新命图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整体的技能和新魂 都是围绕技能拜师展开 3月7普攻倍率不低 在四星角色中 数值算是比较慷慨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 后续的相关消息 3月7的1技能 效果特别长 可以分为两段来看 首先1技能是永久持续 直到下次用1选定目标 提高师傅10%移速 获得30能量 然后根据师傅属性 自适应提高自己普攻 强谱的伤害 或者消韧值 通过这个技能 指定队友命图的不同 可以衍生出四种玩法 直伤主C 直伤辅C 破刃手 超击破组C 技能组中 行G2 3月7 可以自适应师傅属性消韧 也就是说 3月7是反向银狼 只要队友有怪物弱点属性 3月7一定可以消韧 3月7的薛韧值为大招3 普攻1 追击1除以0.5 暂不确定 强谱0.5每段 基础三段可概率额外追加三段 开大额外添加两段 也就是说 强谱消韧在1.5到3 开大便为2.5到4 根据师傅命图 3月7的薛韧值可以翻倍 单次爆发X的薛韧来到 6.5到8乘213到16的薛韧效率 而且可以吃到软煤 50%消韧效率提升 变为19.5到24 这个数值很恐怖 可以单人破掉目前大部分怪物韧条 如果作为超级破C来看 依旧逆天 以及3月7的被动层数可控 强化普攻的时机也就可以控制 目前站不清楚 大招是否可以无限叠加强普层数 如果可以 后续可以有很多种玩直商核爆的方式 就算是超级破 也能拥有自己的核爆 3月7强普倍率不低 基础330%加110% 断 如果开大 并额外三成满 那倍率就是880% 配合大招 259.2%加基础平A110% 3月7 但人爆发倍率来到1249.2% 这个倍率堪比二命龙丹 一套3X3A 当然 辅C玩法倍率会更高一点 绑定组C队友 除了虚无C 额外附加22% 断成9 倍率来到1447.2% 补充一点 3月7是可以追击的 师傅普攻或者战绩攻击的时候 可以追击出手一次 并获得天赋一层 获得五点能量 并孝刃 此次伤害或孝刃 同样受到师傅命徒影响 那么 3月7可绑的队友 一下就多了起来 就我个人分析 3月7可以充当平民 用超激破C 带上铜鞋组合软莓 生存位可选范围 就多了起来 再对应弱点生存位 那么 超激破3月7 可以打除了雷若外的所有弱点 量若可以 下软莓上银狼 也可以不带生存 带银狼 也可以绑定 铃渠 浮玄 风若霍霍 火若加拉 或流营艾斯达 虚若铜鞋组 沙金老羊 冰若佩拉软莓 物若波提欧 但是你要说 那塔莎行不行 我只能说你开心就好 也就是说 超激破的生存位 并不局限在奶顿上 更多选择到 激破C 或者激破队友 而且3月7 真正做到了 直商加激破两开花 可以吃全软莓 所有的争议 也可以吃到直商辅助的争议 3月7 作为驾驶员 虽然不一定是最出色的 但是一定是合格的 按私心加白送的程度来说 2.3版本中的刘盈 不知道各位开拓者 已经抽了多少 对于这一位新五星角色的强度 不少玩家都比较看好 直接去抽刘盈 看着身旁好友 接二连三的把刘盈抽回家 心中别提都开心 但也有一些玩家表示有点破坊 吃大保底的太多了 然后论坛上发现 刘盈抽取吃满大保底的玩家 大有人在 然后都期待下午3点放榜能提升 目前在期卖数据畅销榜上 新铁占居39名 就看今天下午能否创造奇迹 2.4版本的新追击大C云立 可以说被很多玩家所看好 主要原因 就是在现版本中追击队一直被抬 从真理医生被免费送的位玩家 就直接让玩家都知道 这一角色不简单 然后杀金和知庚鸟的禁词 直接让追击队成型 就是当初 托帕没多少玩家抽取 但云立就是新的追击大C 光追给托帕的话 能让托帕直接自变 这一新角色 一直被玩家所看好 提到在2.4版本中 最值得期待的就是焦丘 主要说 焦丘是黄泉的售后角色 能让着微版本人权卡 直接在此突破 黄泉是真的强度在线 上线第一日使用后 都知道太香了 直接可以在模拟宇宙 以及大世界中 直接秒杀小怪 节省太多时间 售后角色一登场 不知道能强到何种地步 只能等上线后 抽焦丘再做数据对比 2.3上半 卡池流银和软眉的首日流水 终于出炉了 不负所望 作为新铁的人气女角色 流银的卡池流水 一直被玩家多寄予厚望 最终首日流水不负众望 给各位抽流银的玩家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不过不少玩家表示 都是大宝底吃满才出 但为了流银 一切都值得 从卡池抽取情况 就能看出 玩家对本次卡池的喜爱 截止目前早上七点为止 流银出了有七万一千多只 毕竟很多玩家 都是为了给流银补充命作 一命 二命 六命 才是核心命作 不少开拓者都拿到了 二加一流银 然后就是首次复刻的软眉 作为流银击破队友之一 没有软眉的玩家 就比较难受了 并没有之前复刻角色 那么暴冷 目前一共出了1.6万个 估计过段时间 玩家同好星穷后 会再次发力 在抽取光追方面 流银的专舞流光定影 出了2.1万多个 软眉的光追数回忆项 一共出了5800多个 只能说 本次卡池抽取光追数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四星角色出货最多的就是雪衣 然后加拉赫和米莎 不过没想到 本次加拉赫是四星中出的 不是最少的 正好和流银一起组队 除非后续出五星击破奶 否则加拉赫可以一直用 截止早上7点 软眉和流银卡池超某 因时长未19小时 没想到的 就是姐姐超了 霸榜多日的DNF手游 但没等到 DNF手游版本开服又跌落了 这也是 很多开拓者没想到的 本次卡池超某 因时长不少玩家预测 六十小时左右 希望能带来更多奇迹 不知各位开拓者流银 是小保底出的多 还是大保底出的多 希望各位开拓者游戏愉快 欢迎订阅